接下来要认识的两位成都小伙 从小到大被冠上了优等生的光环 被美国名校录取 被世界顶级金融公司录用 却又双双辞职 选择回到家乡成都创业 从优等生到行业精英 再到创业者 这两个成都小伙子 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呢 每周一与公司投资方代表的视频会议 是徐晨与袁帅一周工作的开始 今年还不到30岁的徐晨和袁帅 执掌着一家致力于打造 高端国际康复中心的公司 固联医疗 在成都众多创业公司中 他们的团队还很年轻 可在同龄人眼里 这两个成都小伙子的人生履历 却堪称完美 他们从成都一路冲向了 世界顶级名校 喂 袁帅 这是不是还有吗 袁帅是成都首位 拿到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学生 在素有总统摇篮之称的 美国耶鲁大学 他拿下了政治科学与经济学双学位 大学毕业之后 袁帅被全球顶尖投资银行 摩根士丹里录取到香港工作 徐晨从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毕业之后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德意志银行 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同样是毕业于美国名校 曾同样就职于世界顶级金融公司 其实徐晨和袁帅相似的人生轨迹 从13岁那年就开始有了交集 其实还是当学生好 这个工作了以后 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 这个头一天熬了夜 第二天不能说就翘课不去上课了 进球了 徐晨和袁帅的中学时代 都是在成都外国与学校度过的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创办以来 这所学校已经为哈佛 牛津 剑桥 耶鲁等世界名校 输送了大批学子 曾被许多中国家长当作教育模范的 哈佛女孩刘亦亭 便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作为刘亦亭的校友 高中时期的袁帅 就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学霸 他考耶鲁除了他运以好意外 他的那种综合素质 肯定是会让人家很感兴趣的 他很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 和袁帅同年级的徐晨 也是老师心目中的优等生 除了学习拔尖 徐晨还将课余之外的时间 花在了特长爱好上 他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 其实就是他的 他性格特别好 然后就是他的钢琴弹得特别好 徐晨的音乐细胞遗传自父亲 他的父亲曾是四川交响乐团的 首席小提琴家 从小徐晨的家里就时常伴随着音乐 其实我们更注重的是数字教育 当然你说学习成绩一定要 我觉得中赏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当当电影 因为他从小徐晨开始 我们就让他修钢琴 那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 音乐在百二岁他 所以这样子一来过后 他对于他来讲 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种释放 2007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 超过15万 徐晨和元帅 国家在这15万人潮中 带着各自的留学梦 奔向了1万5千公里外的美国 其实从大学的时候一直在想 当时我学的是Political Science 就是政治学 完了之后又去转去做Private Equity 做私募基金 最终有一天这些学到的技能 以及这些知识 能够帮助我更好地完成 自己希望做的事情 在大多数同龄人眼里 徐晨和元帅是人生赢家 不过年薪数百万的工作 并没有留住他们的心 对他们而言 留学经历带给他们的 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收获 更是价值观的树立 和执行力的养成 2015年几乎在同时 俩人做出了创业的决定 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快 自己的想法有这么多 能不能就是有机会 自己去做一些 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事情 下定创业的决心之后 俩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对方 同时把创业的地点 选在了家乡成都 我感觉创业三个人就多了 一个人少了 因为确实太难了 两个人我觉得刚好合适 毕竟就是说从小到大 在成都长大嘛 刚好市场又这么好 政府又这么支持 没有理由不说 我先从家乡开始干起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给家乡带来一些改变 你也要送一个去华市美心 你不然三个月以后 面临的还是相同的问题 他们将创业目标 对准了在国内还处于 起步阶段的康复医疗行业 他们拉来了一个亿的投资 准备在成都打造 高端国际康复中心 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内 建成十家以上的 高端康复医疗连锁机构 而目前对于创业阶段的 徐晨和元帅来说 招贤纳市是他们的 首要工作之一 这是成都一家 做运动康复的工作室 来这里做治疗的 大多是居住在成都的外国人 美国人一来 在成都已经定居多年 因为爱运动 她膝盖处的关节软骨 被严重磨损 去年11月 在美国完成第三次手术之后 一来便回到成都 找到了这家运动康复工作室 给伊莱做康复治疗的是Emma 有着香港理工大学物理治疗硕士学位的她 有着十年的从业经验 专业的学术背景 先进的治疗手段 稳定的高端客户群 让Emma成为了徐晨和元帅的招募目标 因为疼痛是一个 就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信号 就是告诉我们 说哪里一定是有问题 希望能够就是说 我们一起 你用你的先进的理念 正确的理念 我们用我们的资源和 对 资源和平台 把这些正确的理念推广出去 宣传出去 为了将Emma招致麾下 两个人甚至双双成为这里的会员 为的就是在被治疗的同时 轮番说服她加盟 几个月下来 她俩的战术终于成功了 第一个就是他们很有诚意 有想法 有行动力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梦想是一致的 康复是很好的事情 我也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中国人 凭着这样的执着 徐晨和元帅先后招募了 国内外著名机构的高级医疗人员 哈佛医学院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 斯坦福医疗中心等 全球知名学府对接的 康复医疗领军专家 也进入了他们公司的高层次 专家人才库 您好吗 然而创业的艰辛 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感受 我这个根本礼拜不差不多了 我会在上海议会 所以我可能会回到上午 处于事业起步阶段的俩人 加班成为常态 于远在上海和香港的妻子 更是聚少离多 我今天晚上还有一点事 所以我可能要在办公室加加班 好吧 那你们不要搞得太晚 连续搞得很晚也吃不下 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 在努力奋斗的700多个昼夜下 两位创业中的成都小伙 在儿童康复 成人康复和老年康复三大领域 已经有了实体成果 像我们的公文室 然后我们的设备 但是还算三级院的标准配置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水粮室 悬调 以及我们的言语制粮室 除了儿童健康中心的开业 他们完成了对成都市的一家 老年康疗院的战略投资 而这块正在建设中的工地 是他们投入最大的一块 固联国际康复医院 建成使用之后 这里将成为中国西部规模最大的 国际康复中心 第一个是提高你的健康预期寿命 就是你的人能够活得更好 活得更长 第二个是更多的人能够更好地 实现他社会功能过后 就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那么第三一点 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说 我生了病 我就要去通过医保来治这个病 但是更重要的点是 我怎么样通过预防 我怎么样防止他第二次 再继续防病 去年规划的一张纸 变成了现在的施工现场 从两年前做出创业决定到今天 这对年轻的合伙人 已将这个决定演绎得有声有色 对他们来说 他们脚下的这座城市成都 不仅是他们的故土 更是他们创业的故土 所有来到成都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 成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跟他们所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也更加上他们的信心 他们也愿意在这里继续加大投资 那么随着城市的发展 大家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对优质的医疗服务的要求和需求 也不断增大 那么我们作为康复医疗机构 需要做的就是去满足大家 对这个高质量的高品质的 规范化的医疗服务的需求 徐晨宇原帅的创业故事 只是无数成都创客的一个缩影 成都这座与时俱进的国际化大都市 用自己的独特魅力和优越条件 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创新创业者 无论是海归高层次人才 外籍人士还是青年大学生 都正在这块容纳百川的沃土上 创造奇迹成就自己的创业梦